他是中国历史上829位君王中死得最惨的 先是被大臣剥皮抽筋 然后掉在房梁之上 哀吼两天两夜弃以绝身亡 有人说他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也有人说他不作死就不会死 他是谁 为何会落得这般结局 公元前301年 那个喜欢上百人一起吹鱼的 造就了成与烂鱼充硕的齐宣王哄了 他的儿子田地继位 是为大名鼎鼎的齐敏王 这是一个闲不住的主 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 向天下展示齐国的肌肉 他先派大将匡章 联合魏韩大破楚军与垂沙 夺取了楚国的淮北之地 迫切昔日强大的楚国 不得不依附于齐国 而后又兵发韩国官 一举打破秦国最重要的关卡 迫使秦国割地求和 在回师的途中又顺手打破燕军 使得燕军十万精锐损失殆尽 最后又掉过头来 攻打昔日的联盟三晋 下的三晋不得不组团自保 仅仅数年时间 就让原本强悍的齐国 变成了天下列国最为忌惮的存在 就连置疼天下的秦国 也不敢轻视齐国 连秦朝向王想称西地 都怕齐国反对 主动前使到齐国 尊称齐敏王为东帝 此时的齐敏王 可谓是公盖先祖 飙柄千秋 威风有了 尊严也有了 自认为打遍天下无敌手 大有几分 齐国之下揭露矣的气势 却不知天狂有雨 人狂有祸 齐敏王的穷兵独武 导致齐国百姓负担加重 民间怨声载道日渐增多 他的四处受敌 又使得列国惨遭蹂躏 视齐国为共同的敌人 尤其是与齐接壤的燕国 更把齐国视为死敌 他们不会忘记 三十年前燕国内乱 恳求齐国帮忙评判 齐国却趁人之威 霸占燕国奴役奄民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直到一代雄主燕昭王 在被毁的废墟之上 呕心力学几十年 再加上乐意巨星等人才的辅佐 才重新塑造了燕国 他们憋足了劲 一心想复仇齐国 列国也瞪大了眼睛 专等一个暴走齐国的契机 面对天下人的强烈诉求 齐敏王没有让他们失望 在公元前286年 主动为列国奉上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就是独吞宋国 本来他已经和三晋以及楚国组成五国联军 去攻打秦国的韩国关 结果就在列国与秦军敖战之际 他却令齐军独自撤下来 转而去攻打宋国 独吞了全部宋帝 这可捅了马蜂窝了 正好比大伙约好去吃鸡 结果队友们都在攻楼 齐国这哥们却独自一人去捡装备 结果队友被团灭 你说恼火不恼火 被放鸽子还都是小事 关键是宋国的头衣 是天下最富的装备 齐国此举无疑反了众怒 五国伐旗一触即发 什么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 看看齐敏王就知道了 齐兆魏韩楚 信誓旦旦相约伐秦 齐国却趁别人熬战之间 掉转头来独吞送过 结果齐国实力暴涨 列国却成了齐国的炮灰 被齐国开涮的诸侯们 终于坐不住了 转而在秦国的号召下 和燕国的大力组织下 组成了以燕将越义为统帅的五国联军 浩浩荡荡开向齐国 到齐王兴师问罪去了 此时的齐敏王势头正望 认为合纵的五国 不过都是些垃圾 齐国要做的 不是向五国服软 而是凭借强大的军力 一举击溃五国联军 从此让六国服首帖儿 愣是用一国之力 抵抗五国的联合攻击 事实上 在此之前 以一抵五的局面 也并非没有过先例 譬如此次主导合纵的秦国 不就多次挫败过 五国攻秦的锐气吗 可出人意料的是 五国攻秦时心怀鬼胎 五国攻齐时 却是异常的团结与坚定 秦国曾被齐国攻破韩谷关 燕国差点被齐国灭国 三进屡次被齐国勤占土地 攻齐的五国诸侯 不是被齐国蹂躏过 就是遭齐国严重威胁 因此打起齐国来 那是歪命的招呼 攻齐之战势如破珠 齐国这一战彻底崩盘 越义率军长驱直入 一举攻破齐国72座城池 只剩齐末和居城两座 把齐国的财宝粮食 悉数运回了燕国 极强燕弱的局面 彻底地翻了个个 其他四国也得到了想要的实惠 以最大限度地削弱了齐国出了气 齐敏王这下慌了身 连忙逃到了魏国 魏国国君并没有因为 他是王国之君而轻视他 反而打开王宫让他居住 怎料齐敏王却不知 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反而以大国君主自居 无论逃到哪个国家 都表现得非常狂妄自大 还对人家的国君傲慢无礼 结果每一个地方都待不长 绿绿被其他国家驱逐 齐敏王黄黄如丧家之权 不久以后更是被人剥皮抽筋 过程极其残忍 这个国君被大臣剥皮抽筋 掉在房梁上哀吼两天两夜 成了中国历史上829位君王中 死得最惨的一个 匪夷所思的是 弄死他的大臣 最初还是来救他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大臣在这么短的时间 对他恨之入骨呢 五国发起之后 齐敏王黄黄如丧家之权 这个时候楚国伸出援手 派大将闹池率二十万大军援起 一来帮助齐国复国 避免将来楚国独自抗秦 二来趁机索要 垂沙之传中被齐国 侵占了淮北之地 齐敏王见到楚国大军 就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 哪有不答应之礼 出于感激 他还封闹池为齐国丞相 换下他带兵攻打燕军 本来嘛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 按照常理 双方的合作应该很顺利 可是齐敏王此人 平日里八户惯了 没过多久就和以前一样 一如既往的交纵 直当自己还是 不可一世的霸主东帝 明明有求于闹池 却嚣张跋扈 对其呼之则来 会之则去 动辄就大骂侮辱 之间的几席之战中 大将处子不就是受不了 齐敏王的威胁和侮辱 才狠狠地坑了齐敏王的吗 连齐国自己的臣词 都受不了齐敏王 闹池一个外来的脾气暴躁的武将 又岂能受得了这番侮辱 他向齐敏王提出条件 齐国归还垂沙之战 占据的 楚国淮北之地 楚国帮助齐国收复之地 但出征军卫由齐国负责 可是齐敏王听到了闹池的条件以后 波然大怒 不仅没有答应闹池的要求 反而危险闹池 其事后必定要你楚国付出代价 闹池一怒之下 把齐敏王绑了起来 本来想吓下齐敏王 可是齐敏王却破口大骂 闹池恼羞成怒 把齐敏王剥皮抽筋 然后掉在房梁之上 齐敏王一直哀嚎了 两天两夜才弃绝身亡 成了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君王 在他死后 闹池不仅没有救援齐国 反而趁机夺回了 被齐国勤战的淮北之地 齐敏王可谓是 赔了夫人又蛇兵 他的死也改变了 东齐西秦两大超强的战国局面 使战国格局朝着 一秦独强的有力局面发展 为齐国最终一统殿下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齐国灭其他五国时 齐国见死不救 除了齐国国力不行 齐王勿庭谗言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恐怕就是齐国不会忘了 楚国和其他四国一起 逼死了他们的国君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五国发齐的努力 最终都为秦国做了嫁衣 各位看管老爷们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